总统就职满月给自己打几分 听到问题 总统赖清德为受回应 不过最新民调给出答案 他就职满月的满意度高达56.8% 行政院长卓榮泰也突破五成 即便面对国会冲突不断 还是保持满意度过半 但是总统在民调 有这么高的民调 就有政治高度 利用他的宪政高度 宪政权力加上他的民意高度 来主动积极 想办法化解目前立法院扩权 现正体制的危机 后面当然是一场硬仗 所以我想有期望 但是也有很高的一个期许 我想当然这个对内阁来讲 也是一个激励人心 但这个月国会已经为了 扩权法案炒成一团 执政党防守期还能守住满意度 学者也看好赖清德未来表现 对比赖清德和卓内阁 民众和国会就没这么乐观 立委整体表现满意度不到三成 不满意度逼近六成 对国会政局走向 民调有超过八成 期待政党和解 不过整体来讲 国会扩权的嫌疑比例比较高一点 反对国会扩权跟国会改革 这两者之间不一定是等号关系 行政改革司法改革 或者各方面的改革 人应该要持续 可以确定的是 民众不希望国会 一天到晚都乱哄哄的 国会乱送也反映在立法院长 韩国瑜的民调满意度有四成四 但不满意度四成九 逼近五五波 就不喜欢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 领导目前结果 例如说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副官企 跟黄国昌可能要思考一下 难怪谁者点名蓝白总州 毕竟两个阵营先提过权法案 过权已经引发民间反弹 国会就才开始第一个会期 满意度就直直落 民意反扑的声音 就不知道蓝白是否听尽而立 民生连续宋宏林 台北报道